关于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之病例的定义 主要是对于在居家隔离自主防疫居家检疫的对象 使用家用新型冠状病毒抗原快筛试剂检验阳性 且经医事人员确认那极为确诊 五号下午两点多 陈时中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 三类人居家隔离的自主防疫期的居检对象者 当你快筛是阳性 只有经过医事人员确认 就不用再去PCR戳一次鼻子 你就是确诊了 消息来得突然 大家再确认一次 陈时中有想到防疫系统 但还是宣布即刻上路 引发基层大大反弹 确诊医师要怎么回报 找谁回报 什么系统回报 怎么查核快筛阳的真实性 完全没有配套跟指引 被批又是个草草上路基层盲昏头 被问到翻的政策 因此卫福部晚间六点紧急调整 宣布这政策五月十二号才实施 表示这三类快筛阳等于确诊的对象 到时候筛出阳性也不用去医院了 未来这三类人就不需要像我一样 拿着我的阳性快筛试剂 再走出门去医院验PCR 而是要在家里透过远距门诊 或者是下载健康EUF 以及也能联络你当地卫生局 帮你找医师确认阳性 不过这当中三种方法 被说有两种不太方便 健康EUF 五号晚上开始 民众要注册都失败 卫生局电话很多人讲 根本打不进去 网路上大家开酸 说白天很多人确诊了 到晚上更正得下个礼拜才确诊 政策突袭不够周全 怨声凌连 UF新闻李国阵 明日台北报道